黨中壓力有大到這種屁股嗎 是啊 出大招了 出大招了 其實我們當然可以理解 就是說這個總統候選人 在這個初選的過程 是他的提名的壓力是 這到底是不是一個命令 不算嗎 我們沒有接到 還是透過媒體表達出來的 立委沒有必要回答這個問題 沒有必要嗎 但是他有寫 要黨籍立委 還有縣市首長 主辦會希望取得一個授權 跟一個基礎 可是你可以私下詢問 你現在公開詢問 請讓這個委員會吧 我的意思是說私下詢問是一回事 但是委員沒有義務要回答你 就是說這不是在於一個 所以這是一個匿名投票 不計名投票 他現在已經講這麼公開了 比公開還公開了 媒體就會去問了 他是在告訴媒體 趕快去問 趕快去尖銘之後 以後每一個30周圍都可以回答 是李哲華要問你 不是我要問你 所以我們想說 他會問這個問題 代表他的壓力很大 我們可以理解 但是你這個時候 你叫每一個委員公開去表態 挺誰 挺誰 這應該不是一個提令 你們國民黨滿奇怪的 民進黨的黨主席是跳出來說 大家不要連署囉 不要串連成一串去挺某個人 你們現在是跳出來說 你們要串成一串去挺某個人 其實如果要廣徵大家的意見 也不是不行 但是我覺得這個方法可能要 要商榷一下 怎樣做是對黨後續的團結 更有幫忙的 比如說你如果真的要擴大 你的決策的極致 黨中央再提名決策上的極致 整個黨團納入也可以 黨團全體對不對 大家參與黨中央的協商 提供意見 我覺得也很好 但是你說叫個別委員 對外方話說我挺誰 這個可能無意 你們的黨中央真的滿怪 整個國民黨要去提出一個 勝選的候選人來講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 最有效的一個方法 民進黨內的壓力跟焦慮 確實很大 那麼大到已經有點亂的章法 不過我看蔡英文的派系 也已經出來講了 說這種事不會讓它發生 我覺得我比較相信 民進黨還是會按照 他們的規則制度走 雖然有這樣的聲音 那樣的聲音 但是在過去民進黨來說 他們最後還是可以處理 因為我覺得他們 這種制度 這種規矩 這個部分裡面確實是 是我們必須要去尊敬的 因為民進黨在這個部分 我覺得他們還是有 他們的一個秩序在走 而民進黨焦慮 其實國民黨同樣也焦慮 這兩個黨都焦慮 可是理論上講應該是 民進黨的焦慮應該是更深 是因為民進黨目前的執政的績效 確實是不髒 那麼也失了民心 也失了民心 看起來好像對國民黨比較有利 可是問題就在於 又好像選舉又不是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國民黨並不是像 在四年前的時候穩贏的那種感覺 因為四年前的時候 民進黨是看起來是穩贏的 可是國民黨看起來並不是穩贏 也就是說還有變數 而這個變數相當有可能就是 柯文哲參不參選會成為一個變數 因為我們目前從民調裡面的分析裡面 就是柯文哲如果要出來參選的話 這個韓國瑜的民調會往下走一點 也就是說如果是一對一的話 國民黨的韓國瑜的勝選的機率 是最高的 可是如果是三個人的話 那就情況就開始改變 那這代表說 韓國瑜的支持者跟柯文哲的支持者中 似乎有一些重疊的一個地方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其實對於國民黨內部裡面 也有焦慮 因為他們希望說 趕快能夠處理 擺平目前的這些有意要參選 有意要參選 但是他的民調屢次的情況 都慎選的機率低於韓國瑜 我們再強調 有意要參選的國民黨的候選人 他慎選的機率是低於 韓國瑜出來參選的時候 對於國民黨的基層來說的話 他們總希望說 找一個機率高一點的人出來選 那這就是韓國瑜的一個情況 目前我看起來 吳敦義的動作 我其實是滿肯定的 因為我覺得他更積極了 原本是傳說是4月10號 韓國瑜出國前 那麼有人說那是不是出國後 可是我覺得提前到4月5號 我覺得這個動作是做得很好 因為如果4月5號 吳敦義如果能夠站在一個 黨主席的立場就是說好 我現在做了一個決定 也就是說如果是三個人選 因為目前排出來 三個人選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我講三個人是指的是柯文哲 然後民進黨一個 然後國民黨一個 三個人選 因為這三個人是實力最大的 如果說是三個人選 國民黨並不完全勝選的保障 所以他還是一個艱困的選區 我現在動用主席的權責 我採用徵召字 我覺得如果吳敦義 做這個動作的話 他站在一個非常高的點 覺得他處理了 其他有意要參選的人 那就要看吳敦義的政治手段 跟政治手腕 跟他的政治藝術 如果能夠擺平得很好 他跟王金平跟朱立倫 見面的時間也都排好了 是的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處理 在韓國瑜去美國訪問之前 如果能夠這樣子定案的話 我覺得這是上上之策 這樣的情況 韓國瑜就以一個 總統候選被徵召的 總統候選人的身分 到了美國去訪問的時候 我覺得華僑也好 美國的政界 尤其是美國的華府的很多人 他們要重新去思考 那麼重新安排很多的 形成跟規劃 我覺得結構會改變 這樣的情況對於韓國瑜也好 對國民黨要贏得明年的選戰 我覺得這個機率是非常漂亮的 當然如果比較不理想的情況 那就是韓國瑜從美國回來了以後 那麼這個時候再繼續處理中 我覺得這個是對國民黨的 這個部分裡面 不過剛剛您談到了一個民調 就是說韓國瑜找了山水公司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有智慧的一個做法 也就是說特別去找 常常幫綠營做民調的山水 這代表就是說 我比這樣的話 這個民調比較能夠說服綠營的人 也比較能夠說服中間選民 做出來的民調中我最看重的是 其實是市民的光榮感 這個部分 一個領導人能夠讓他的 市民有光榮感 如果能夠讓台灣的民眾 有光榮感 我覺得這個力量是大的 這個所有的從政的或是參政的 或是想選總統的人 自己想想看 自己有沒有這種魅力 讓台灣所有的民眾 絕大部分不要講所有的 大部分的民眾有這種規復 76%為標準 對 這個是很 這種光榮感 這種自信感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個也給國民黨 要角逐的候選人 提供一個參考 民進黨的也好 或者是柯溫哲也好 你也想想看 你們有沒有辦法 讓台灣的民眾 有這種光榮感 這不容易 我先講 禮拜一我們講的時候 還沒有跟王金平見面 現在王金平也見 犯也虛了 答案出來了嗎 新翔事成也拿到了 新翔事成朱立倫也拿到 那一天朱立倫去以後 對 朱立倫最近如果再去 高雄逛林火夜市 又遇到韓市長的時候 他也一定跟他講 新翔事成 新翔事成 他一定是這樣 政治任務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基本上 都是等據 狀況沒有改變 吳主席去 基本上也不會有什麼改變 沒有是韓國瑜上來 對 吳主席 對不起 韓國瑜上 要北上就是來見主席 不好意思讓主席到高雄 見完也不會有什麼改變 你說4月10號之前 不會有答案 我覺得 我覺得在高雄市議會的 這個會期的質詢結束之前 你還是6月5號 不會有改變 我覺得不會有改變 防盜即日 當然不是說6月5號之後 就馬上宣布參選 像賴清德一樣 這個閃電的攻勢 突然讓你殺個錯手不及 不是 而是說 到了那個時候 我覺得都還來得及 以國民黨來講 其實那時候 國民黨已經有初選了 其實王金平跟 你們也可以拿出霸彎條款 我覺得因為我們現在從台昌遇到 張啟臣委員跟智恩委員 國民黨的從政的這些 就是政治人物 他的看法是一種 支持就是政治人物 沒有特別定向的民眾 還有觀眾朋友也是一種 就是你黨內的程序規則是一種 他的確是要顧到 像賴老師也有特別提到 可是當現在並沒有正當性 也不疑 現在就冒進 而他所做的每件事情 都是在蓄積 蓄積他的參選總統能量的同時 你何必要去打破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讓他繼續充電 所以這個節奏很好 對 就到他現在這樣的節奏 還有接下來是美國 美國其實是重點 美國型可能會 跟這個大陸型不太一樣 我跟大報告一下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民調 我只有一點 我可能要就是提出 我的一個小小看法 這個山水民調公司 做這個民調的時間是3月12跟18 所以基本上 這個所謂的中聯辦事件 還有這個港澳生下 是不是賣台 有沒有被貼上 韓流就等於是統一 或是被統的這個效應 或許再做一次以後 你說沒有反應在這個民調上 對 跟大陸城市交流的贊成度 或許就沒有那麼高 但是現在民進黨 對韓國瑜的殺著就是這個 所以你看陳明通 我覺得如果不是因為韓國瑜 逼得民進黨政府 包含了蔡英文總統 現在初選 還有一個賴情人的挑戰 他可能也沒有必要 去用到那麼強烈的字眼 去講說跑去簽約MOU 這個東西 求溫飽 然後是怎樣怎樣 好 這話我就不再講 他也已經道歉了 他可能也不用把話講那麼重 就是因為他必須很急切的 讓韓國瑜的這個韓流效益 等於是統一 等於是被統一 等於是一國兩制 所以韓國瑜他也必須面對這個問題 接下來美國行 跟高雄市議會的質詢內容 柯文哲他也快要開始 台北市議會要質詢 佩軍也應該準備好了 柯文哲跟韓國瑜兩個都有可能 可是如果他們在這個會期 至少在市政總職員結束之前 他已經正式表態我要參選 接下來沒有市政質詢時間 而且接下來他已經不是去面對 上次對上次 他會有一堆的 爐狼似虎的柯中市議員 所以柯文哲也有一個黃道吉日 就是市議會結束的那一天 那個黃道吉日是哪一天 他可以更晚 他可以更晚 對 他覺得我要講一下 六月中的中 剛剛之前也講過說 他六月的時候會再回答 所以大家選黃道吉日的方法 是一樣的 以實際上來講的話 一個市長他真的要對市民負責 每天談這些東西 市民其實不喜歡 柯文哲跟韓國瑜 韓國瑜有沒有準備市政議題 要跟市民報告 有 可是他一旦跟吳敦義或王金平 見過之後 表態要選或是表態不選的 表態不選就以後沒有選擇權 表態要選就等於 他自己現在就沒有選擇權 所有的高雄市議員 選包連國民黨可能都跳進來問 所以你以後要怎麼弄 所以你覺得4月5號見完 還是沒有答案 我覺得不會有答案 我覺得至少在美國回來之前 但是你覺得他美國 這一趟非常的重要 美國這一趟會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會是 他是不是有能力到 參選總統的那個高度 他自我的檢視的 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不會吧 因為他美國行 就算進了白宮 民進黨也沒辦法批評他賣台 所以非常的重要 他的行程裡面沒有 到Stanford Harvard 還有一些高科技的一個公司 就我理解 應該沒有欠到這些 一些政治的層面 所以他的整個面試層面上 應該是跟4月 沒有那麼濃厚的面試的意味 在這次的美國行 之後還要再去一次嗎 如果他真的要代表 國民黨出來參選 勢必會有這樣 那個時候就是整個華府 或是其他相關的一個地區 但他這次是非常單純 就是Half of Stamford 還有一個高高科技的這個地區 所以我覺得目前還好 他只會感受到 僑胞對他的擁護熱愛跟熱情 可怕他都沒有 他可能要被迫去思考 大家都這樣 都這麼樣子的擁戴我 我是不是要為他們多做一些事 他可以感受到這一點